Hello大家好,很多朋友喜欢看电视直播,看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,用来学外语,练听力,或者纯粹就是好奇,想看看他们的电视在播些什么内容,但是呢却苦于找不到免费稳定的电视直播软件或直播源,很多直播软件或直播源看了一段时间后呢,就会失效看不了了,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,于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,终于找到了可以免费稳定看电视直播的一个方法,分享给大家,那就是用油管YouTube看电视频, 你没有听错,很多全球知名的大的电视台,都在油管上面免费开放了直播频道,我们只要在手机上面安装了YouTube油管,就可以永久免费稳定的收看全球的电视直播了,随时随地想看就看,而且依托油管优秀的视频压缩算法,在手机上就算用手机流量看电视直播,流量消耗也不是很大,OK,那马上到我的手机上面去看一下吧,Let's go,OK,欢迎来到我的手机,我这边左边的话是iPhone手机,右边的话是安卓手机, 我们先看一下iPhone啊,iPhone在我的桌面上,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安装好了这个YouTube,我们可以看一下点看这个YouTube,我已经安装好了,我是通过这个苹果手机自带的那个App Store,就App Store应用商店,在这边点击这边应用商店,然后在上面这边搜索YouTube,搜索来搜索一下YouTube,出来以后就可以直接那个安装了,然后这个YouTube你看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,所以说这边就显示为打开, 我试过,如果说你用的是国区的那个App ID,就是国区的App ID的话,其实也能搜索得到这个YouTube这个应用的,当然如果说你用美区的App ID的话,也可以搜索到这个YouTube,所以不管是国区的App ID,还是美区的App ID,在这个App Store上面,你都能搜索得到这个YouTube这个应用,然后安装好了以后就可以直接登录了,当然你的苹果手机的话,要能看这个YouTube的话,你的苹果手机需要科学上网, 你科学上网了以后,你才能去看这个YouTube,否则你打开这个YouTube,它就会转圈圈,你是看不了的,OK,这个的是苹果,然后你苹果手机你可以通过像VPN,或者说通过小火箭啊,科学上网了以后,然后你就可以去看这个YouTube了,这是苹果手机,怎么样安装YouTube,然后去看怎么样去看这个电视直播呢,我会在后续在我的那个安卓上手机上面去演示,但是安卓手机上面跟这个YouTube跟那个苹果手机上面YouTube其实是一样的,所以说我用这个安卓来进行演示,因为我这个安卓手机的话,它的屏幕比较大, 可以看得清楚一点,这个iPhone的话,屏幕有点小,所以说我就用这个安卓来也做一下演示,我先把这个苹果手机先放一边,然后这个安卓手机的话呢,是这样,我看到我也安装好了这个YouTube,可以看一下,这个YouTube也已经安装好了,我是通过这个谷歌应用商店,谷歌的Play Store,谷歌应用商店安装的,点击这个谷歌Play应用商店,谷歌Play Store,然后呢,点击这边放大镜搜索一下,点击这边的一个放大镜,然后呢,搜索一下YouTube,搜索一下,然后呢,这边,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,所以这边的话会显示个按钮,显示会打开, 如果说你还没有安装的话,你点一下这边的安装,安装好了以后的话,这个按键就变成了打开,我这边已经安装过了,所以说我这边就直接这个按键就变成了打开,OK,那这个我是通过那个谷歌的官方的Play Store,应用商店进行安装的,安装了这个谷歌官方的这个YouTube这个应用,好,有了这个YouTube应用以后,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电视直播呢,就是全球的电视直播呢,当然首先你的那个安卓手机需要通过VPN,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,像V2ray啊,那些等等这些,进行一个科学上网, 你科学上网了以后,你才能打开这个YouTube进行观看,否则你打开这个YouTube你是开不了的,你是看不了这个YouTube视频的,OK,那我接下来呢,我这边整理了一份清单,我们看一下,点击这边的文档,然后呢,我这边整理了几个电视台,给大家做一下演示,比如这边的话,CCTV中文直播啊,凤凰直播,TVBS东森电视,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这些去搜索你想要看的那些直播,那下面的话呢,是英文的电视,这里是中文的电视,然后下面是英文的电视,这些英文的电视, 电视的话也是比较大的一些电视台,像这个ABC News, News Live,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电视台,当然它在美国也有电视台的,Sky News,这个是英国的一个电视台,还有CNN,CNNBC Fox,如果说你以前住过那个五星级的酒店的话,在五星级酒店里面,其实是你是能看得到这些,呃,这些外国的电视台的,像那个CNA,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电视台,OK,我会接下来给大家一一演示,怎么样去看这些,呃, 国外的这些电视直播,非常的好用,而且呢,它非常的省流量,我用这个手机流量来看的话,我发现它的流量走的是很,很少的,也就几百KB每秒,非常的省流量,不是说几兆的,OK,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呢,比如这边,其实CCTV中文直播,在油管上面,其实它也是有频道的,然后我们,呃,回到我刚才开的那个油管,我们回到这边的油管,然后呢,在这边,上面有个放大镜的,油管上面有一个放大镜,你看到,这个YouTube上面有个放大镜,点击这边的放大镜,然后呢,我们这边,把这个粘贴一下,CCTV中文直播,点击, 点击一下搜索,然后我们往下看一下,应该是在,呃,最底下很快就能找到,你看,这边它就出现了,直播live,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直播中的一个按钮,可以看到吗,这边有一个直播中的这样一个按钮,在这边一个图标的,我们只要点击这个直播中,点它一下,直播中进去以后,先就是按照谷歌的那个,先要看一小段谷歌广告,五秒钟的广告,当然你也可以跳过的,五秒钟过了,你可以跳过,你看,现在就有跳过这个广告,我们点击这边的,跳过广告,就可以五秒钟跳过广告了,点它一下,这样的话呢,你就可以去看这个, 呃,cctv中文国际了,非常的好用,就可以看了,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列表,然后这边,比如这边凤凰的凤凰直播,凤凰直播的话呢,它我看了一下,在那个油管上面凤凰直播的那个官方频道的话,我们往下看一下啊,这边的话有凤凰资讯和凤凰那个,我们看一下这边,有凤凰资讯,还有一个是在往下的话是凤凰卫视,都可以看的,凤凰资讯和凤凰卫视,比如我们点进去,因为我印象的, 那种凤凰资讯的话,呃,也是在那个五星级酒店里面是可以看的,在国内的五星级五星级酒店里面是可以看到那个凤凰资讯的,还有凤凰卫视,在国内的那个五星级酒店里面,而且呢,你这边看的话还可以聊天,可以看,边看可以边聊天的,这个是凤凰的一个电视,然后凤凰卫视,凤凰资讯,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文档,我们再看这边,比如 tvbs, tvbs,然后看一下,点击这边,然后再回到这边,搜索一下 tvbs,看一下,ok,然后这边一样,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直播中,然后我们只要点击这边的一个直播中就可以了,点击到这边的直播中,点一下,点一下这个直播中的头像,这个时候的话,你就会看到这边 tvbs的这样一个,呃,电视直播了,非常的好用,呃, 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列表,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cgtn,cgtn,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,cgtn的话是以前,很早以前的话,是cctv9,就是那个英文频道,是国内的一个英文频道,它是对外,呃,对国际上进行那个播放的,你看cgtn,以前,以前是cctv9,后来呢,变成了cctvnews,是一档英文的一个节目,是国内的,这个好像是国内有限,也是可以看得到的,这个是cct,cgtn, 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英文电台,英文电视台,可以用来学英语的一个,然后abc的话呢,这个就比较有名的一个英文的一个电视台了,是澳大利亚的,但是它在美国,它也是有电视台的,我们才回到这里啊,看一下,这边的话是abcnews live,就是澳大利亚,a代表是australia,broadcasting channel,是吧,live,abcnews,我们点击这边按钮,点击直播,直播中,看到吗,这个就是abc,australia broadcasting company, 应该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,这边的话是,这个是abcnews,它应该还有一个美国频道,我们看一下啊,abc,还有一个australia,那下面的话,abcnews,australia,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频道,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电视的话,你这边abcnews,australia,然后这边往下电一下直播中,它是两个不同的频道,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频道,OK, 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,刚才这个,sky news,这个sky news的话呢,是英国的,它是英国的一个频道,然后,呃,如果说你要学那个英式的英语,这个英国的频道里面的,那个英语的口音的话,是英式的一个英语,我们看到sky news,我们点他一下,这边直播中,点他一下,这个是英国的一个,呃,说英,英式英语的一个频道,然后照样,这边有的时候会有广告的,出现了广告,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那个跳过广告,点他一下,这样的话呢,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英,英国的一个电视,电视台的节目了,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,我们再回到CNN,这个CNN这个频道的话,也是比较有名的,然后一般在那个五星级的酒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的,就是在国内五星级的酒店里面,你也能看到CNN的,但是你要花钱,可能你要花个七八百块钱,你住了五星级酒店才能看得到,这个也是比较搞笑的,然后我们这边,呃,再往下看一下CNN,我们可以看到这边, 呃,有那个CNN News18,我们点进去看一下,点进去,他应该也是在直播的,看到吗,他这边的话,他就是一个直播,CNN的一个直播,在油管上面的,让我们再把它最小话关掉,让我们再回到,呃,NBC,这个是NBC的,新闻,我们看一下,NBC的话也是比较有名的,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,在油管上搜索一下NBC,搜索一下,看这个标志也是比较有名,我,我估计你应该看到过这个标志,这是一个NBC News, 其实他,他主要是在财经方面的一些,一些新闻是比较有名的,就讲一些财经的新闻,财经新闻,点击这边的一个,点击这边,直播中,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的话,一些NBC News的一些新闻,这个,这个图标相信大家比较眼熟啊,然后还有下面就是Fox,Fox就是翻译过来的话是福克斯,这个就是福克斯新闻台,Fox,我们回到这里,点一下这边的搜索,Fox,福克斯新闻,看到吗, Live now from Fox,然后这边有个直播中,油管的直播中,点他一下,这样的话呢,就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Fox News,可以看到福克斯的一个新闻,OK,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,还有CNA,CNA的话是新加坡的一个电视节目,这个CNA的话,在五星级酒店里面,你也能看得到的,在五星级酒店里面,是新加坡的,总部在新加坡的, 我们搜索一下,CNA,它也是用英文,它也是用英文发送的,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直播中,点他一下,这些电视台的话都是英语的,说英语的,OK,然后我们,这个是新加坡的, 卫视,我们再回到NHK,这个的话也是日本的一个,比较有名的一个电视台,然后我们看一下啊,这边的话是,这个NHK的话是英文的,也就是它是日本的一个,说英语的一个节目,你可以听一下,日本人说英语的那种感觉啊,比如这边,正在播送NHK World Japan,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直播中,点他一下,这个就是NHK World Japan, 就日本的一个电视台,OK,然后我们再回到,下面,这下面这些话就是韩语了,KBS,KBS的话也是韩国比较有名的一个电视台,相信如果说你看韩剧的话,就知道这个KBS,我们再搜索一下KBS,看到这边的话,KBS World TV,我们点他一下,你看这边的话就是KBS,它这里面会经常放一些韩国的综艺的一些节目,韩国的唱歌啊等等,这些综艺的一些节目会比较多一点,KBS, 当然它下面还有KBS News,讲KBS的新闻的也有,当然这个KBS World主要是放那个一些综艺的唱歌娱乐的一些节目,还有NBC News,也是韩国的一个电视台,我们看一下啊,如果说你比较好奇的话,他们的电视台在放些啥,那你就可以看一下NBC News,点他一下,这个电视台的话主要是放韩国的一些新闻,时事的一些新闻,如果说你好奇,你想学韩语的话,可以看一下这个电视台, 然后最后一个TBS,TBS News,这个是日本的日语的一个电视台,我们再看一下,这边是日语的TBS News,好,看到直播中,这个正在直播,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直播中,好,看到,现在是五秒钟的,一插播一个广告,我们稍等,好,五秒过了,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跳过广告,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跳过广告,好,这样的话呢,就可以看日本的那个新闻了, 而且是日语的,这个是日语的一个新闻,OK,基本上呢,就这几这些台,当然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,我能想到的就想到了这几个台,也是我平时看的比较多的几个台,像这些台的话,你可以结合你自己的一些经验,或者说你自己喜欢看的一些台,按照这个方法,你可以搜索一下,比如中文的电视台的话,你搜索一下,基本上一些大的电视台,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搜索到,它的一个直播频道, 所以说在这个油管上面来看这个直播的话,是非常爽的,因为它的那个视频的压缩算法非常好用,因为我看到它,如果说你用手机流量来看的话,它走手机流量其实走的很少的,因为它的压缩算法比较好,所以说它走手机流量走的是很省的,所以说你在路上看这个电视直播都是可以的,OK,喜欢我的分享,不要忘了点赞关注,我们先进步再见,拜拜